我對你 愛愛愛不問 大家好,我是SH48 小愛陳光慧,謝謝大家 小愛 小愛長得很可愛 長進節目學戀愛 你的粉絲很實在 如果學生花狗袋 陳光慧,一人不能 這樣說的話,既然沒有應援服 你們不應該光著來嗎 不 謝謝,謝謝 愛愛愛 謝謝 誰是男 男是女 我們帶舞就是 小愛 我們下一集 愛不問 謝謝 謝謝,謝謝 首先呢 要祝我們的雲姐生日快樂 其實呢,我剛剛聽完前面的祝福 我總覺得雲姐就像 三生三世裡面下來肚結的 對 這是煩人的一個結 是 就感覺雲姐應該就是 天上的一個小仙女 然後下來立了SH48這個結 也不知道這什麼事 就要被申請上先了呢 不,我是專門下來找你的 可是 我有了 但是 你也有了 雲姐 雲姐在我心中 確實是一個特別安靜 本來呢,我以前沒有 沒有 沒有進這裡之前 我覺得我是一個 特別特別安靜的人 我覺得可能是 這件事 這也沒有比我安靜的 因為我就是 話特別特別的少 就遇到 不認識的 可能特別特別熟的人 才會稍微說點話 我進來之後 就特別特別的活潑 我發現了雲姐 特別像我 像以前的自己 就是 雖然 我不能像你那樣笑 沒有 沒有 其實我也比較活潑 其實我也比較活潑 真的 那來個露齒笑吧 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想說 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都不露齒笑嗎 因為我覺得那樣子笑很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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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敢把牙露出來了 沒有 沒有,我們這邊露齒笑的 代表本孔孝姨媽 從沒有聽到名嘴笑過 沒有,我是說我自己 沒有,我覺得KIDY KIDY你才應該跟雲姐學一下 雲姐說她不露齒笑 是因為怕牙齒上沾到口紅 就是她這樣的話 就再也不會沾到 你不照雲姐是小仙女 她的不塗口紅 自然的蠢色 我下去了 我下去了 她又不化妝 你怎麼說 昨天晚上被打過了 絕對是 已經教育過了 今天上來就這樣 行,最後要祝雲姐 身體健康青春有助 謝謝大家